好 各位都是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禮拜二 那我们从短线的部分来看 今天这个大盘大就是一个侠服震荡 那基本上如果说以今天来说 大概都是维持平盘上震荡 那所以目前来讲也没有卖授讯 那至于中线还有这一波行情的看法 我相信我昨天在下午的节目 如果你有去看我们下午的节目 过着你现在看都还看得到 看得到在我们公司网站 都还看得到昨天我跟各位讲的 从量的角度还有那个消息面的角度 各方面来看来跟各位谈 基本上这个行情它就是一个反弹 那目前来讲以今天的量能结构来说 目前的成交量它预估到收盘 大概700多亿 那昨天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行情它会不会是一个回升 如果说正所睡过的这个行情一路 万里晴空的话 我相信 昨天下午我跟各位讲过 内行人 内行人 或者是 那个 真正的作手 要往上做大行情的话 量能结构不会是这样子的 这一波推上来 不管你去看哪一天 成交量没有一天维持在1000亿以上 所以一个大行情它一定是建构在什么 建构在滚量的行情 所以说这一段的涨势没有滚量 到这里放大量之后 见短高量价见到高点之后 它为什么要往下修正 不是只有美国QE缩减的问题而已 将来美国QE还会退场 这个我昨天就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那所以 以目前来说 就是一个反弹 那既然是一个反弹 各位投资朋友 就只有时间跟空间 我说我们目前来讲 这一波从上礼拜二告诉各位 这里见到短线的低点之后开始反弹 到目前为止 我们多单减码一笔之后还留一笔 还没卖 那再来卖出的话 接下来就是准备放空的 到今天为止 我目前还没有做卖出的动作 那为什么还没有做卖出的动作 我谈的是指数的部分 因为它还有一点时间跟空间 但是送给各位四个字 时间紧迫 我只能这样子跟各位讲 那至于个别股的话 个别股就是你去检视 你手中的持股 是属于头部成型的 还是持续在多头加构 我想除非你不愿意去面对 那基本上 95%以上的电子股 我认为应该九成以上 不要说95也有九成以上 应该都是头部成型 那既然头部成型 就是这个谈上来就是给你卖的 你想要 没办法解套 就是卖完之后还要反手放空 唯一能获利的方式 目前来说就是这个 要大力进场做多 还不是在这个时候 一定是什么 将来崩盘之后 将来美国QE QE一定会退的 那会退的话 我们去看嘛 这一段只是QE 预告要退 还没退 只是初步缩减 那你你想想看 金融将来QE退场之后 会往上涨 我告诉各位 不会一定是崩盘 因为那个全球股市 全球所有的商品 金融商品都泡沫 黄金 债券 股票 这个都是泡沫 那泡沫破了之后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崩盘 所以说不要忽视后面潜大潜伏的很大的危机 整波长线的修正我预估到明年去了 最快都到明年去了 所以把握这次弹上来的卖点 把握这次弹上来的卖点 所以我说这个跟其实所有金融商品都一样 一个我们拿黄金的例子来讲 黄金从1900回到1200 最近来到1200 它也不是说一路下跌 它是中间过程都有反弹 但是每次的反弹的机会 你如果一错过的话 后面那个错过的话 再来它不会有机会给你的 所以股票也一样 不是没办法去扳回 在于你愿不愿意 所以简单的说 这个部分我都有准备 至于要不要做什么决定 那个在你们的决定身上 我只能告诉各位 四个字 时间紧迫 不要让机会错过 机会一错过的时候 就不会再来 好 大致上先跟各位讲到这里 如果其他有需要再补充的地方 我们下午时段再来跟各位说明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